和一般观众一样 鸭鲁藏不疆这个地理名词 对我们来说 都只停留在国中高中的地理课本里 尤其西藏本身又是一个极为保守 封闭的边疆地区 外国媒体记者是绝对禁止 进入采访 使得在我们的观念里 西藏两个字就好像只和达赖喇嘛 还有荒凉草原上放过了藏人 以及牦牛画上的等号 但是透过这一次 徒步穿越雅鲁藏浮江大峡谷 春季考察行动 记者特别获准进入这一片人间净土 而在三个星期一千多公里的路程中 我们才发现 西藏绝对不是只有荒凉的草原 这里从青康藏高原 最典型的干燥高原地形 上到海拔五千公尺的冰天雪地 再经过热带雨林区 还有沙漠地形 最后科学考察团才来到了 大峡谷的顶端扎曲 大峡谷顶端的扎曲这个地方 由扎曲居高临下 我们更能体会什么叫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这句话的意义 在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下 加上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的污染 往往使得您只要站在一个景点 四周每一个画面都美不胜收 过程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 每一位参与春季御茶的教授 对工作的热忱以及执着 虽然他们都有多次野外考察的经验 但是年纪最高的教授 已经有63岁 最年轻也52岁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他们只为完成20世纪末前 人类最伟大的探险行动 这个目标和努力 本台也将从明天开始 把这次科学考察团 在西藏一个月的考察行程 为您做一系列深入的报道 以上是无线卫星新闻 雄云山张真浦 在西藏的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